这是国产悬疑剧中最精彩的一段推理 天才画像是审议 仅凭成队口头描述的行动轨迹 便在画纸上完美复刻出坠楼杀人案的全过程 而且精确到每一处细节 结果证明监控拍到的人影绝对不可能是成队 因此审议百分百断定 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被人篡改 然而这段近乎开挂的推理 并没有完全洗脱成队杀人的嫌疑 于是陆队再次找成队谈话 成队还原了整起案件的真相 并坚称自己遭人陷害 他拿出和黑衣女人通话的完整内容 告诉陆队寄到市局的那份匿名录音 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在上面查到 你的这份所谓录音 是被人拼接起来的 陆队听完仍然半信半疑 可就在这时 警方却发现周俊默冥死在家中 临死前他还烧掉了跟犯罪组织有关的证据 而经过法医事件 周俊的死因是光明性癫痫痫乱 一种因视觉刺激诱发死亡的反射性癫痫 直觉告诉沈亿 这不是一起单纯的意外死亡 更为奇怪的是 为何周俊电脑里的文件都被强行删除 技术部的小美恢复部分文件后发现 周俊的电脑被植入了恶意代码 而当代码被运行时 就是这个 当屏闪的亮度和频率都达到一定预值的时候 对本身光敏感的癫痫患者就是致命的打击 沈亿当即脚踩电门茅测顿开 这不是意外 是踏伤 令警方想不通的是 电脑明明安装了同城公司的杀毒软件 但小美通过查看系统日之后发现 当恶意代码被远程植入时 同城的安全防控系统却突然关闭 这时沈亿又突然想到了什么 她立马来到同城公司的总部 听着大屏上同城老板舌灿莲花 沈亿当即想到黑衣女人曾告诉程队 每次她听见幕后老大的声音时 都会伴随着同墙铁壁四个字 沈亿立马意识到 那位代号为问号的幕后老大 正是同城公司的老板陈州 可现在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加上陈州是北疆最知名的企业家 警方很难申请到搜查证 不过技术部的小美推断 和互联网的核心算法一样 陈州的那些犯罪证据属于最高机密 所以会储存在一个绝密的地方 而为了保证安全性 这个地方需要具备最先进的安保系统 还要方便陈州监视和掌控 因此同城公司便是最佳选择 为了迫使陈州露出马脚 这次沈亿决定主动出击 他邀请成队的土豪姐姐杜青出马 以公司采购安保系统为由 带着沈亿接近了陈州的办公室 可就在这时 警觉的陈州突然出现在沈亿身后 他大大方方邀请沈亿进入办公室 显然是有备而来 但就在陈州转身接电话时 沈亿却偷偷拿起一枚国际相机 并在棋子上缠绕了透明胶带 然后反客为主邀请陈州下一盘起 而正是这一场高手过招 将决定技术独裁者和正义最终谁输谁赢 王毅弃兵 这是独徒的开始 只要肉食你不断弃子 我会赢的